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观众们 欢迎收看财经号角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这个短短才过了几个交易日 台北股市看似要反弹 结果呢 接连因为恒大的一个危机 接连因为限电的危机 到现在美债殖利率高速的上扬 导致我们昨天美国股市 呈现了大幅度的一个下滑 今天我们特别请何怀珍 何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来跟我们聊一下 整个全球资金格局的方向 我们要如何来做判别 尤其本波台北股市 杀最重的其实是PCB产业 也就是主要设厂在大陆的这些产业 但是实体限电 它对于整个股市面 尤其是资本面运行的影响为何 到底是跌升了 让我们有一个便宜价可以减 还是说我们是要适度的去避开 这个政策性的利空呢 今天特别请何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些探讨了 何老师先跟我们讲一下好了 说这一次的能耗双控 这是一个大陆国家政策的一个严贯性 我们都很清楚 如果是国家下令的 它在短期内 一定会有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效果出现 那我比较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其实从中国股市 以及中国经济面的变化来看的话 从今年第二季以来 中国的经济是在下行的 那它已经在下行了 怎么会选在下半年这个时间点 来进行限电呢 你的看法 这个问题直接是切入了非常一针见血 所以我今天就要告诉大家 这就是大陆本身为了救自己的经济 因为它GDP一直在下滑 包括恒大事件又影响了 恒大事件它一定要救 恒大事件对它的GDP也相当的严重 所以为了这个样子它一定要打压邻国 所以它故意用限电把一些低 就是比较那个像低位阶的 像是PCB、NB这种 这种就是在它内地大陆设厂的公司 做一个限制的动作 让你没有办法什么 让你没有办法出货 那这样是影响到什么 影响到出货 那当然对这种欧美国家的话 那变成什么 它也相对会因为 它的通货膨胀就会开始产生 因为限电以后它产品没有办法 就会变涨价嘛 大家也知道因为有转价 又会涨价效应 那会引起一个通货膨胀 所以我觉得它刻意的什么 在对欧美的国家 尤其是美国 在打压美国的股市 嗯 不过是对于全球 尤其是大陆格局啊 有一种我感觉 有一种欺商权的感觉啊 就是商敌100 自损3000这种感觉 其实我常跟高庙讲说 中国大陆的经济 在过去十年当中呢 它的成长的三大支柱啊 一个是科技型的网络巨头 像阿里啊像腾讯啊 第二点呢就是房地产 第三点呢就是实体的 目前还在支撑的出口业啊 不过随着目前的限电危机啊 可能也会导致啊 中国经济的一些下行的空间啊 不过我们从利多和利空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对于台北股市的影响又为何呢 这也是因为2060的碳中和它一定要势必行啊 那当然我们这边最重要的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 台股会受影响 现在台股一定有受影响的嘛 但影响我认为也没有想象那么炸 因为现在它这次限电的就像PCB啊 不知道NB都是比较低位阶的 就是那种毛利不高的产业 所以它也是故意要把这些产业 赶出他的大陆市场 我认为他不敢去限电那种什么 什么半导体啊 矽晶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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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这个方面的 IC设计 因为他还是考量到他要提升他的GDP 但是他也不想让这些产业拖累他的GDP 这是一个原因 然后最重要我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 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产生 现在利空就不是利空了 也不要这么恐慌 因为全球这个陆续都在解封 所以终端的需求一定在提升了 包括目前 苹果的iPhone 就如我上次应该有跟大家 我们觉得都报告 大家有想说一定不会热络 可是实际上13是销售相当不错的 所以它的供应 它的开产的供应链一定什么 营业还会持续上来 所以它也会稍微有什么 还是存货的涨价效应啊 所以还是会有什么 因为iPhone 13 不错 那它相对供应链这种PCB的产业 还是有需要 它的供应链也是在这个区块上面 当然它是 它一定会跟着什么 还是有需求性 所以你不要想象这么坏 所以接着五倍军也要来了 说经济效应有达到千亿以上 所以台股也没有相当 因为它是个中断整理 我承认 而且它的的确机械也没站上去 看起来也是蛮黏的盘 但是个股上的表现空间 还是相当的大 OK 所以简单来说 已经出现的利空 不算利空 应该这样说 不过这个时候我们拉回到加权指数的变化 今天一开盘 整体的卖压系统单也非常大 主要是来自于 美国股市在昨天晚上的崩跌 昨天台积电ADR 重跌3.5% 那光是一档 股票的大跌 就足以影响台北股市 在近期的一个匹配 我想问一下何老师 我们知道量一直在说 那今天虽然跌 感觉会出一点点量 因为系统单比较重一点点 但是这个量能 它会影响到目前加权指数的格局吗 在这种加权指数 在反弹无力的情况底下 你对于后市 加权指数怎么看待 的确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 这个问题是蛮大 因为这一波的下跌 跟之前不一样 从18030下跌破的时候 它是用缓跌的方式 包括这次季线 一定没办法有效站上去 就是刚才我们的浩浩 有告诉大家 就是真的量 就是出不来 一直出不来 上也出不来 下也出不来 所以单靠几档股票 就重量去拉台 航空股票拉台指数 中小型股没有办法跟上来 现在大盘终究有利空之下 它还是回来做个修正 所以目前的季线 这个地方怎么挑战 唯一有办法 我觉得最简单 你就给我涨上去 开高走高 一根长文棒上去 就可以了 才有办法化解 可是怎么化解 这些人都是反压区 其实现在三条均线 是有一点出合的感觉 所以你要往上没那么难 就一次灌破不难 问题是 有没有量能可以灌破 那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量能就是看金元三雄 我觉得最有机会 要不然就看航运股 有没有办法 因为航运股的业绩也相当好 就是全直股全重股 但是全重股上一波 曾经有试着拉台过 把大盘从1628 带到季线这边 还是什么 又休息了 拉得很无力的感觉 对就很无力嘛 就像你说的 它就一直都没有办法带动别的厨群 就没有办法有点的骨牌效应 所以现在接着怎么办 这个大盘就唯一就是记住 你要看到一根实体的长红棒出现 否则没有办法化解 真的没有办法化解 我在想的就是说 即使有一个实体的长红棒出现 也有可能只是一个外资吻盘的效果 可能还是在这边盘 这个时候我在想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如果我们选择这一次 因为受到大陆限电 冲击比较大的一些概念股 或者说在大陆比重比较 成分比较高的这一些PCB族群 我来做建仓的话 我想请问一下何老师的看法 到底我现在的建仓 是的确摊在了一个相对的便宜价的阶段 还是说 其实大陆的限电政策还没有停 未来的利空可能持续展现 我觉得没有这么快 不好意思 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股票你如果要做的话 你一定要等它静待它的这个地方 一定要有一个表现出来的一个量缩 因为这个限电的影响实在是蛮大的 这个地方我要跟大家报告 尤其我们的成本会进一步增加各方面 所以最重要的是说 我要把这个地方跟大家讲 我们可以这个限电的一个情况 已经影响了2060年碳中和 最重要你要知道大陆的污染很严重 而且你也 你当然应该知道一个问题说 它的肺腺癌 是全世界几乎是第一名最高的 大概它是 美国如果是一个人有肺腺癌 大陆有六个 所以这个问题是相关于说 2060年的碳中和它一定要达到 包括人员的价格一直飙涨 那现在原油价格也在飙涨 所以全世界都形成一个通货膨胀 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去掌控了 一定要什么 你一定要去把这个市场稍微降温一下 因为资金到最后就是泛滥了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留意一下 所以这个问题的确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掉 但是个股上的表现空间还是相当有的 这地方也不要说失去信心 要小心就不要买一些涨很多 已经涨一大段的股票 我们尽量避开 那你当然你可以短进短出 等一下我们跟大家报告一下 个股怎么样的操作 这很有趣 其实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整体大陆的经济成长 本来是有一个上行空间在的 但是现在感觉很明显 为了要达到中共所规定的碳排放的一个目标 发现上半年是不是排太多碳了 所以下半年肯定是要下调一下标准 所以这一次的限电才来得这么的突然 不过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一次 中国限电对于台厂的PCB族群 它的具体影响为何 好像有些跌得比较多 有些跌得比较浅一点点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要进行一些布局 建仓的话至少要等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什么样的指标出现的时候 我再来建仓比较好 我真是比较开心的事情是说实际上我一直相信股市大家都有背后有些像都有什么 它都会领先是在这个利空出现的时候 你仔细看很多的股票PCB的产业 它目前9月份的营收实际上你要注意的时候当然它不能营少影响的趴数一定要减少到不要到15%以上 这个重点你要注意一下 这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9月份的营收 那因为PCB产业成本的增加 它毛利一定会缩减嘛 包括将来思考你分散海外的产能的配置等的议题 所以你一定要有个转单效应 但是PCB基本上它的转单效应我觉得不太大的原因 因为它大厂基础都设在大陆 但是有个比较开心的事情是说 我们拿这个3037的信息来看 这个限电的措施发布的时候 大陆发布的时候 它是在9月28号我们知道的时候 公布的9月28号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你看3037的信息 它什么时候砍 外资早就跳空缺口那个下的那个记录选行 它早就9月24号上个礼拜五到礼拜一 的礼拜一它就已经领先知道这个消息 它已经砍掉了 所以这个地方严格说算 你如果这个地方跟了已经消息片出来的时候 你再去卖掉它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相对 套牢了就算了 就先等一下 我觉得你要注意说 你还是要等说大盘如果 因为美国常说点一两天之后 它就会反弹 反弹的时候你事实大胆的什么 就是你要给它出掉 因为毕竟一个股票 我们新兴建我们土是不知道 你注意一下9月的时候到9月 它是一个实体的跳空缺口下跌 这个不用问任何人 我相信你任何人都知道 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告诉你 它就是一个走空的讯号 是 坦白跟大家说 所以从技术面来看 其实它已经迈入弱势格局了 对 而且它还好 它是iPhone 13本身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受惠股 它也是 这一次带iPhone 13本身 它本来新兴是受惠股 其实它的底值是好的 对 但是长太多了 所以它的下修是很正常的 它这个跳空缺口 这个缺口 大家看一下9月4号到9月4号 那个实体的跳空下跌的缺口 那个是它今年第一次发生的 这个东西 你不能去怀疑它 不要再跟它在 只要三点上玩的话 你不输也难 这很有趣喔 我们刚刚看到图表的时候 猩猩在大陆的整体产能的比重才25% 那如果是金像店 是南店 是连帽的话 那该怎么办 如果连猩猩 我们都要适度的进行反弹出境的话 这些股票老师的看法 对 这个地方就是今天讨论 特别 又很特别跟自己 在昨天外资都还在买连帽 买台那个金像店 他买最高是在大陆厂人测厂最高的产业 很有趣 就是说 他买的怎么会是这些叠着重的 为什么 是啊 我也在想后想很久了 因为欣欣 他已经9月4号到9月27号 那个地方 他已经出清了 你先知道 他先出掉一些股票 因为连帽到昨天 他都还在站在买方 金像店站在买方 所以说有些股票 他来不及卖的话 他会什么 拉高 你要注意 拉高 不是叫你跟着追高法人在买的股票 实际上有些股票 股票买法人在要出货之间 他会拉高 拉高的时候 你有时候知道 这个产业的趋势已经不在的话 因为毕竟 欣欣是有国际地位的PCB的载版的话 欣欣是位帝最大宗的 那请问欣欣的信心这么样 他这个大哥都如此的话 那后面的这些什么连帽 这个虽然股本比较小一点 比较好拉抬 我认为他应该也是风光不在 必要投资朋友跟大家报告 但是一个好处是在哪里 因为大牌现在跌破季线 对 这些股票严格说还是要走中长多 所以你本身可以尽量降低成本 他在季线这边一定会有手的 所以如果你要想抢短 抢个短 你可以逢季线 因为大牌相对季线占不上去 但是它是多头格局的股票 你还是可以拉回这个地方 稍微什么抢个短 否则说联帽跟金像店 外之都站在买方 那代表什么 应该这两天如果我没看错 联帽跟金像店反而会反弹 反弹幅度比较小 应该是欣欣 因为欣欣它应该是 手上部位已经不太多了 所以还要从个股来做一些比较 那昨天卖最多的是台郡 连期卖跟台光店连三卖 这个都在卖出 他已经 我有跟大家报过 只要外资连续卖三天的 以上的股票 你一定要跟他打叉叉 画个绿色 画个一个mark在上面 不是红mark这样 绿色的高线不要再买了 那个就是它未来下跌的幅度 会比较可观一点 所以其实大盘 它算是一个市场的平均成本 有时候用大盘来对照一下 这一些已经跌生的PCB概念股 如果本身 从现行走势来看的话 还比较强劲 就随时可以来做一些参考和比较的 不过这个时候 我已经大概清楚何老师 对整个PCB族群的一个想法了 当然 谨慎不是一件坏事 不过我想特别问何老师 是除了这些PCB族群之外 台北股市有没有一些基期比较低 但是营运成本 非常的 营运成底的增长 非常的明显 同时啊 它又属于中小型个股 毕竟你现在这种外资很明显 要稳全值的情况底下 你去投资一些全值股 那涨幅真的是有限啦 对不对 而且它盘整的时间 应该比我们预期 可能还要再拉得长一点点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锁进在一些 中小型概念股 有没有一些可以留意的 当然是富潮之下无玩乱 只要的话要找到好的股票 的确这个地方我唯一选择大概是 就是比较 因为金居它是铜箔基板 就是PCB的上游嘛 那这档股票外资刚好连三买进来 到8月份的营收也再创了什么 再创历史上的高峰 所以金居这档股票反而在之前 也没什么特别涨到 然后相对它的现行就比较优质一点 它刚好今天回撤这个季性 我认为这个地方你可以考虑 开始站在买 如果手稳的话是可以关注的 手稳可以啊当然是可以 因为相对这些 只是因为PCB竹云 现在是沙身浓浓 但是还好就是我跟他报告说 外资这些了解的人 有消息没有 他早就前三天 就已经陆续在出光了 大部分人家都已经知道 所以这个消息出现在报道媒体的时候 不是第一手的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 因为你股价会说 都卖掉了嘛 所以接着你当然去选择一些 可能在台湾设厂 它在跟大陆这边的关系 没有这么 它的厂没有在大陆 一档又金居嘛 所以外资为什么 在9月28号 那个限电措施出来之后 它反而连续在前三天 买超金居连续三天 那当然因为它营收不错 业绩各方也不错 所以这张股票 我认为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不过我们看到这个1612的宏泰 它最近的走势 似乎基期已经低很久了 不过从均线纠结来看 似乎有一个打底的金像 这个股票可以来做一些参考吗 这个我都是刚才跟大家 就是你就选那种季线之上 因为季线大盘跌破 这相对一个你要知道 它到现在都还站在季线之上 就是这中长多的格局是没改变 这张股票也是一样 季线站上去 20日均线也都是 明显手稳 都是手稳的 所以它三线是属于翻扬的 是属于翻扬 这个我们就给它按个站子 那你就可以考虑 但因为大盘的确没有想象中 这么理想的原因 是这种比较小心骨 你可以稍微琢磨一下 不要说报上报下 像这个也是很小型股票 8155的股票 这个真的是大型喷出了 对 那这种股票反而在大盘本身 在悬殖股没有很热络的情况 这中小型股 像刚才浩浩友跟大家报 你可以去留意一下 因为这些股票现行都刚好 而且股本很小 在大盘在这个地方 比较全面性都比较 全殖股都不灵光 这种股票反而会凸显它的价值 你看它刚刚底部 它进来才刚刚放量出来 所以说这个股票一样的 你说老师那这种股票 什么时候 我们要稍微看 稍微就是说要小心一点 当然它不能去跌破那个月线 月线不要跌破 月线一旦跌破 就多放了一个转的链 一旦跌破的话 当然这个地方 你做短线一定要先退场为妙 因为毕竟它 它不是完全可以取代 这些PCB的概念股 因为这次的转单效应 没有这么大 我认为没有这么大 刚才听完何老师 对于外资的评论 让我深感 这个讲了这么多 不如一条电话线 是不是 消息灵通是最重要的 不过这个时候 我们对于外资的动作 稍微的谨慎一点点 尤其做一个相对密切的观察 这个时候 至少你的动作 可以跟它来产生一些联动 如果你不想要现在的资金浪费在全资股 做一个长期盘整的话 也许这个时候中小型股 股本比较小的 比较好 整体的波动性 它的线性来看 又相对大盘强势的话 也许是一个好的入手标的 在这边提供给各位 当然你对于整体的 不管是PCB 或者任何接近iPhone 13 所造成行情题材的一个发酵 有任何的提问 都可以欢迎你加入何老师的LINE 8 以及Telegram 来跟何老师做一些参考 有任何个股 或者产业 或者宏观精进的提问 何老师都非常乐意 在这边回答各位 何老师都非常乐意 何老师到这边 记得订阅我们的节目 按赞加分享喔 感谢何老师 感谢各位 我们就下期见了 拜拜